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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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被人抬去协方殿 家贵妃听闻急忙赶到八阿哥身边 此时如意和海兰赶到 皇上让李玉和林云彻彻查此事 林云彻来到南园之内 林云彻查看了八阿哥的马鞍 发现马鞍之内藏有银针 林云彻告诉李玉自己发现了银针 此事做得十分隐蔽 二人都无法判断是何人所为 可此事涉及五阿哥 于妃娘娘和皇后也牵连其中 李玉和林云彻为了不让如意受到鲜连 决定不对皇上并报银针之事 林云彻让赵九霄把马鞍偷了出来 赵九霄称八阿哥坠马 五阿哥的嫌疑最大 于妃和皇后也有嫌疑 林云彻坚称自己相信此事与皇后无关 自己也不想给皇后添麻烦 冒歉正在屏风后面 将二人的话都听在耳里 随后林云彻将马鞍藏在房内 冒歉悄悄跟在他后面 随后找出了马鞍 发现了银针 还有如意曾送给林云彻的靴子 夜里皇上召夜晚侍寝 夜晚提起 公众留言都说 八个坠马与五阿哥有